前球迷熱情尖叫迎接臺灣英雄 世界十二強賽中華隊奪冠光榮回臺 舉國旗唱應援歌歡呼 球迷接近現場情緒高漲 規模史無前例 臺灣英雄二十五號晚間搭乘華航 從東京回臺灣 臺灣隊長陳傑憲特地在機上廣播 中華隊昨天晚間是搭機返國 機上還有播放的總統賴清德特別錄製的影片 影片當中賴清德感謝球員們的全力以赴 讓各國讚嘆臺灣 號稱享受最高規格的街景 不料規格的時候動線其實非常的混亂 又有免稅店的幹部亂入 把球員跟教練當配角 結果點燃了網友的怒火 不僅灌爆了免稅店的採萌粉磚 還將Google地點改名為黃金之亂 只是評論員黃陽明也批評了 一定會抵制這家免稅店 未來是絕對不會去消費的 中華隊是順利的寫下 臺灣棒球史的新頁 總統府規劃了比照奧運的規格 在今天下午要舉辦英雄大遊行 隊伍會經過管前路的英雄股 還會釋放勝利指花 最後抵達總統府 政府總統也都會出來迎接代表團 而中華隊奪冠的第一時間 總統也打了視訊電話來祝賀 世界棒球12強賽中華隊玩風日本隊 拿下臺灣棒球史上第一座世界賽冠軍 寫下歷史新頁 總統賴清德在第一時間打視訊電話 給中華隊恭喜 恭喜你們將是用命表現精彩 為國家贏得史上第一座世界冠軍 藏不住的喜悅拳寫在臉上 總統還點名要找隊長陳傑憲 偶像偶像 傑憲來 不好意思啊 那個同一面子冠軍 讓我們得了世界冠軍 將功折罪 總統府也將比照奧運 舉辦英雄大遊行 26號下午3點20分 從凱達格蘭大道公園路口出發 一路經過管前路英雄鼓 釋放勝利指花 向臺灣英雄致敬 接著沿中校西路往總統府走 預計下午3點50分抵達總統府 屆時政府總統都會出來迎接代表團 中華隊奪世界賽首冠 舉國歡騰 高雄市長陳其邁議會備詢 他說他要這麼建議總統 應該建議總統說 今天其實應該要 已經達到停班停課的標準 舉國歡騰 中華隊奪冠雙北市府與民同慶 台北市宣布中華隊選手跟教練 雙北捷運免費搭乘兩年 此外貓空纜車 兒童新樂園 以及北市運動中心也紛紛推出優惠 而新北市國民運動中心 提示能區域跟游泳池 通通免費入場一個禮拜 我想昨天1月24大家都非常的興奮 而且沒有比昨天晚上更幸福的事情 中華隊贏得了冠軍 這當然都是國人感到非常驕傲的事情 除了市府場館推優惠 各縣市也展開英雄見面 搶人大戰 新北耶誕成26號將邀請中華隊跟球迷見面 而桃園跟北市也要找中華隊的在地隊員 舉辦見面會 針對衛權龍隊的選手 明天晚間我們也會辦一個見面會 中華隊裡面桃園的選手 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11月24號的這個夜晚 全國陷入瘋狂 全民期待英雄凱旋歸國 一同分享等了32年的喜悅 記者張正銘 王志恆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現在是舉國歡騰的一個情況 民進黨的新北市議員 25號就透露了 賴慶德總統正在考慮將500元 鈔票的男王國小少棒隊 要更改為中華隊冠軍隊的形象 另外也希望今天在新北市舉行的見面會 能夠邀請一些棒球小將來參與 達到傳承以及教育的目的 歷經三屆世界12強棒球賽 中華隊今年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之下 是扳倒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隊奪冠 振奮國人 不過如同總教練曾豪居說的 這是接近強隊的一小步 不要因此滿足 中華隊邁向2028年洛杉磯奧運 還有艱鉅的路要走 相信許多人都有觀看了 中華隊這次在冠軍賽的一個表現 但是有很多是沒有辦法飛往東京 巨帶的球迷們 他們是聚集在台北市府 以及新北耶誕成 共同的集氣上演台式應援 替遠在2000多公里外的英雄們加油 甚至連社區大樓間 都傳出了陣陣的歡呼聲 那麼中華隊也是不負眾望 以4比0擊潰了日本 創造了紀錄摘下了金牌 英俏瞬間東京巨蛋 全場球迷環身雷動 成為台灣主場 而遠在2000多公里外的台灣 更有大批民眾守在螢幕前 見證歷喜客 二 聽台灣 聽台灣 成結線沒有極限 你能看到今天這個表現 你能想到他是一個帶著上場的選手嗎 這樣的中華隊你們都不愛嗎 30幾年世界冠軍今年是 第一次世界冠軍 今天是台灣的主場 北市撫破千名球迷到場關賽 現場作舞虛席 人球蔓延到大門口 熱情台師應援再現 其中也京縣市長蔣曼安 新北耶誕城廣場舞台前 更是人山人海 全是為了中華隊加油 應援球團帶動全場球迷 全場一起在外出場 滿場球迷起唱應援曲 現場還出現千人波浪舞 贏球當下更有不少人瞬間暴淚 寧靜的社區爆出針叫聲 原來是家家戶戶 通通守在電視機前集氣 贏球瞬間歡呼聲響徹於消 舉國全歡同慶中華 贏球奪得世界冠軍 創下十無千力壯舉 那中華隊奪下冠軍之後 其中最焦點的人物 就是最強台灣隊長陳潔憲 他在賽後痛哭流涕領完獎之後 又馬上開心的在觀眾席 找老婆的身影 深情又搞笑的畫面是再度圈粉 那賽後的慶功宴還抱著熟睡的兒子 讓網友大讚真的是好男人 身上掛著金牌 手上捧著MVP 陳潔憲在場邊 四處張望 我老婆咧 我老婆有沒有看到 深情畫面 調出不少粉絲激動留言 我在這 但四爺超深情 就是要立刻找到他的老婆 我老婆 超搞笑畫面 讓球迷大賽太可愛了 球場下這位最強隊長 也是歡樂氣氛扛把子 真的是關鍵的 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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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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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領球員們拍手醜熱氣氛 一一點名大跳聲淚之舞 情緒價值給好給滿 不過賽後受訪時 陳潔憲也太嚴 真的沒想到能拿冠軍 好像在做夢 但經過了這次冠軍 我相信我們能夠 跟世界好友去對抗 讓世界看見台灣 寫下歷史記錄之後 大吃一頓慶功宴 隊友郭俊麟開直播 結果鏡頭一轉過去 兒子躺在陳潔憲懷裡呼呼大睡 世界冠軍下班後 一樣要顧小孩 讓網友大讚 不愧是滿場找老婆的超好男人 陳潔憲也在社群PO出 和前啦啦隊老婆琪琪的合照 把世界冠軍大會MVP 送給老婆當30歲大禮 看似人生勝利組的陳潔憲 其實在過去受訪時曾經自爆 這幾年當隊長好像命不好 球隊都沒拿冠軍 但總教練一句話 要他把快樂渲染給周邊的人 讓四野點頭接下終責大任 帶領台灣閃耀國際 又帥又會打球 還很專情會顧小孩 果然陳潔憲沒有極限 記者 順行曹問您 綜華報導 而中華職棒會長蔡奇昌 他也宣布了總教練曾好局 確定序長明年世界棒球經典賽 資格賽冰符 但是現在台北市議員侯漢廷 他發現了在中華隊奪冠之後 一些網紅在網路發文的時候 用字潛詞都是非常的謹慎 一開始都會先恭喜中華隊 最後一定會補上聽台灣 偏偏有一些綠營的人物 又拼錯了台灣的寫法 看到很多的一些網紅 比如說一些什麼啦啦隊的 然後或者是一些model 他們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理論上這是一個大家很開心 我發現他們的用字潛詞都好緊張 為什麼 都要先講說 這個中華隊加油 後面一定要補一句 We are 聽台灣 這個意識形態抓得非常的精準 就從這些藝人跟網紅的用字 你就知道是什麼 就是中華隊跟聽台灣缺一不可 真的 要平衡 因為王毅川會抓 對 而且還有下面要寫什麼中華隊 這個中華隊英雄 糟糕了 那一定要再補一句聽台灣 否則就一定會被出征 然後我們看到賴清德跟民進黨 所有人的用字潛詞 因為他到底是什麼 台灣隊還是中華隊 台灣隊你就公投輸掉了嘛 台灣隊就二零一八年 民進黨自己都要求黨公職撤案 然後不准上街頭 民進黨是切割的 是冷淡的態度 那麼現在呢 他不講台灣隊就講什麼 就講聽台灣 中文不講 講英文 然後講英文的惡果跟下場是什麼呢 就昨天我們也發現 就民進黨一大堆人都是文盲 聽台灣 台灣這個詞還拼錯 拼成什麼T1 還是要念什麼討厭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也顯見了 就種種的意識形態的枷鎖跟悲哀 你看台灣隊不敢講 偏要硬扯一個英文聽出來的聽台灣 好奇怪 那你就光明正大就講台灣隊 你就像王毅川一樣 不行 賴清德現在要往中華民國靠攏 所以就在這個運動上 還必須要去扯這些意識形態什麼的 讓人覺得非常討厭 你整篇的就是不提一個中華隊 聽台灣 台灣英雄 台灣之光 最後呢就要有一個中華指棒 還是改變不了的滿滿的中華味 不過真的許多人都會記住這一天 2024年11月24號 台北時間晚上9點 東京巨蛋一季漂亮的雙殺 中華隊是玩風強敵日本 以4比0取得了第三屆 世界棒球12強賽的冠軍 全台各地傳來歡聲雷動 久久未歇 這是台灣此時此刻最需要的一場勝利 不只因為這場比賽打破了許多成年紀錄 更是因為這場球賽破除了台灣棒球的心魔 讓球員 球迷還有民眾 終於有信心地大聲地說 我們做得到 我們做到了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寬愧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虎夫露 全焦精華 精華聲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女士無倫敵大夫 女士無倫敵的 請倒下